哈囉大家好,我是River 打戰完多頭龍之後 本期迷宮片的故事也即將進入尾聲 不過仍然還有許多挑戰在等待著Rudy 今天的影片就要來和大家聊一聊動畫的第23集 這集動畫組不僅三點掉了許多對話和內心戲 就連角色的行為也遭到不小的改動 特別是洛奇戲的部分 而這也在網路上引發了一些討論和爭議 甚至除了會幫大家比較動畫與原作的差異之外 也會針對一些有趣的設定以及觀眾的提問進行延伸討論 請各位先把動畫這集看完之後再來看這支影片 接著就進入今天的主題吧 不單單是因為保羅以及賽尼茨 Rudy也因為想起了前世的父母而感到懊悔不已 悲傷、自責、後悔等負面情緒接種而至 讓Rudy的內心徹底崩潰 狀況比先前被愛麗絲甩的時候更加糟糕 他變得毫無胃口,完全吃不下任何食物 身體也日間消瘦 對於生活也完全失去動力 明明還有很多應該要去做的事情 但Rudy卻連離開房間的氣力也沒用 只能一直賴在床上 原作有提到 這時的Rudy不斷在睡著醒來 睡著醒來之間不斷循環 在睡夢中還時常會夢到保羅死去的瞬間 而每次夢到就會突然驚醒 就這樣持續了好幾天 這讓其他人相當擔心 為了協助Rudy重新振作 Rudy在某天的傍晚來到了Rudy的房間 表面上是說想要和對方出門逛逛來轉換心情 但看他那一身擔保的衣桌以及那個鎖門的動作 怎麼看都不太像是要出門逛街 Rudy使用了平板電腦 後面更誇張 直接把想要離開的Rudy給拉回來 然後直接騎上去 很明顯就是有備而來打算要獻身給Rudy 要知道 此時的Rudy已經從立體檢那邊得知 Rudy有了老婆跟即將要出生的小孩 但即使如此 他還是這麼做了 除此之外 後續在沙漠裡也對Rudy做出了各種情侶般的舉動 看了某些社群論壇討論這段的文章 有些純動畫黨的人會覺得Rudy的行為很不OK 被他原本純潔的印象徹底破滅 甚至還有人直接說他是綠茶錶 但其實鎖門、推倒跟直接騎上去 都是動畫組自行改變的動作 原作裡面的洛奇希根本沒有做出這些行為 實際上應該是Rudy把他推倒的才對 而要不是Rudy主動 原先的洛奇希並沒有想要和對方發生關係 雖然喜歡這洛奇希 也不排斥和他結合 但洛奇希對於自己的身材相當自卑 畢竟是米格路德族 這個種族的特點就是身形相當矮笑 即使稱臉 外表和身材也會像是國中生一般 也因此洛奇希從不認為 魯迪會對自己那沒料的身體產生那方面的興趣 他來找魯迪的初始動機 就真的只想要把他帶出門而已 在在找魯迪之前 洛奇希和塔爾韓德、基斯以及愛妮娜利姐 有在酒館裡討論保羅、魯迪及塞尼斯的事情 而關於一直把自己關在房間裡的魯迪 基斯和利姐姐有提出一個解決方案 那就是讓魯迪去大玩一場 喝個酒和女性結合 體認到活著的喜悅之後 就能放下過去的傷痛 原先大家是喜歡愛妮娜利姐可以扮演在魯迪走出傷痛的角色 但考量到自身的立場 利姐姐很直接就拒絕了這個提案 不僅如此 利姐姐跟基斯都認為 既然是魯迪 就算是放著不管也遲早會振作起來 然而 因為曾經在布燕娜村親眼看過魯迪軟弱的一面 洛奇希很清楚 魯迪的內心其實遠比大家想的還要脆弱許多 放著不管的話 他是真的很有可能會一絕不振 也就是因為這樣 洛奇希才會覺得自己必須要做點什麼才行 而他想出來的方案應該就是找個藉口把魯迪給哄出門 然後再帶他去風俗店循環 後來沒想到魯迪直接就把毫無準備的自己給推倒 所以按照原作的劇情 大家要罵的話應該是要罵魯迪 是他違背了對戲陸菲的諾言 而洛奇希的出發點只是單純想要幫魯迪而已 從來就沒有強迫或是誘惑對方 所以說帶魯迪去風俗店也不是什麼值得這樣學的好方法 但無奈洛奇希對於這方面也不是很懂 他只是被利姐姐他們的想法影響了 不過老實講是動畫主要把劇情改成是由洛奇希主動推倒魯迪 這會讓沒看過原作的觀眾改變對她的印象也是無可厚非的 至於在凡家的途中 洛奇希會一直黏著魯迪也是情有可原 畢竟魯迪還沒有完全適應少了一隻著手的這件事情 而且之前還經歷了好幾天沒有好好吃東西的日子 體能狀態可以說是大不如前 在那個會熱死人的沙漠裡 無論是在戰鬥還是趕路上都會遭遇到諸多的不便 所以非常需要有一個人在她的身旁給予協助 想到這邊可能有些人會說 其他人也可以幫忙啊 有一定非洛奇希不可嗎? 仔細盤你眼下還真的非洛奇希不可 首先莉莉亞必須要去照顧失去記憶的賽尼茨 根本出不了剩 基斯則是要在隊伍的前方擔任先鋒的角色 雖然動畫不曾提醒 但貝卡利特的沙漠裡存在著許多躲藏在沙子之下的沙蟲魔物 他們會從地底突然冒出襲擊路過的人 具有一定的危險程度 而只有基斯懂得從沙子隆起的形狀來判斷底下是否藏有沙蟲 確保移動的路線沒有潛藏的敵人 只有真的發生戰鬥時才會退到後排 至於利潔姐、塔爾韓德以及薇拉這必須要在前排當坦克 前年是因為保羅的實力很足 所以隊伍才只需要有兩名前衛 但現在保羅已經不在了 更因為薇拉的技術不夠成熟 所以不得不把原先待在中後衛的塔爾韓德給拉到前衛去 才能鞏固陣型 如此一然能在後衛支援魯迪的就只剩下洛奇希及雪拉 然而雪拉因為過去有過不幸的遭遇 對於男性存在恐懼 所以不太可能讓他去幫忙魯迪 這樣就只剩下洛奇希可以升任這個角色 當然因為洛奇希對魯迪抱有好感 所以難免會有比較親密一點的肢體接觸 但他從來都沒有想過要去介入或是破壞魯迪的家庭 甚至有要他在回去的時候好好珍惜自己的棋子 而當魯迪提出了可以在這段時間當他戀人提案的時候 洛奇希也是很明確的拒絕了 當初看到這邊是真的挺難受的 洛奇希是真的很喜歡魯迪 雖然對魯迪懷有私情 但想要拯救他的心情遠大於讓自己幸福 回顧魯迪的過去 會發現洛奇希拯救過他好幾次 他對魯迪的影響 相比希露菲可以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是他帶魯迪跨越了不敢踏出家門的心理障礙 甚至魯迪前世和今生的家人都未曾做到過的事情 要是沒有洛奇希 魯迪現在搞不好還是一位家裡頓 也就不會認識現在的老婆希露菲 除此之外在被愛麗絲甩了之後 雖說最後是希露菲治好了魯迪的異地 但在和希露菲重逢之前 傷心欲絕的魯迪是因為想起了洛奇希的事情 才能夠堅持走下去 而面對這次的傷心之痛 洛奇希更是不久回報的想要幫魯迪重新振作 我知道和洛奇希完事之後的隔天就能重新振作 不然有些人覺得這轉變未免也太快了吧 老實說起初我也是這麼覺得 不過在重新梳理了兩人之間的關係後 就會覺得甚至因為對象是洛奇希 魯迪才有辦法恢復得這麼迅速 畢竟洛奇希對於魯迪來說就是心靈之處一般的存在 光是聽到她的聲音、聞到她的味道 就能讓魯迪感受到無比的安心 值得一提的是 當時魯迪把自己關在旅設房間的時候 一直莉莉亞和莉姐姐都有過來關心過魯迪 但魯迪始終都不願意開口說話 就像是把自己的內心給封閉起來 最後是洛奇希成功讓魯迪敞開心扉 原作裡的魯迪甚至有把悶在心裡 有關於前世今生對兩邊父母的懊悔與自責 侵吐給了洛奇希 不過我特別強調這些都是虛構的故事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這件事情就連對希露菲也不曾提起過 對魯迪影響之大 付出如此之多的女孩 就算真的有萌生趁虛而入的想法 導致說我也不忍心去責備她的行為 當然以上都是我個人的看法 不過若是有不一樣的想法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與大家分享 魯迪不想背叛希露菲 而洛奇希也不打算強行闖入魯迪的生活 原本以為兩人的關係應該就到此為止 沒想到莉姐姐卻在關鍵的時刻推了兩人一把 這段單看動畫的呈現應該會覺得魯迪怎麼這麼雜 意志這麼不堅定 明明前面還很堅定的說不想背叛希露菲 怎麼後面被人慫恿一下就動搖了呢 這邊我不需要幫魯迪說一下話 經濟這段也被動畫組刪減掉了不少重要的對話與內心戲 小說中 當艾莉娜莉姐說希望魯迪能娶洛奇希為妻的時候 魯迪的反應其實是有點火大的 甚至有責備對方 說這不應該是身為希露菲主母該講的話 雖然已經做了不該做的事 但此時的魯迪仍然想要挺順 她不想要再做出會傷害到希露菲的行為 之後來莉姐姐用 離開你 洛奇希可能會被其他男人欺騙 然後過上悲慘的生活 以及騙魯迪說 那一天洛奇希的那個沒有來 暗示對方可能已經懷有身孕 才終於讓魯迪心亂 說會負起責任 總結來說 原作的魯迪並不像動畫那樣意志力不堅定 被對方說一說就被說服 而是莉姐姐用了一些強勢的小手段才讓魯迪決定妥協 所以如果未來兩人真的結為連理 莉姐姐肯定是最大的工程 接著 鑑於上一支影片的留言區 有不少觀眾提出了許多很有意思的問題和話題 這邊就來挑出其中的幾個來和大家分享討論 首先是上一支影片有提到 在擊敗多頭龍之後 有釣出許多很有價值的戰利品 包括大量的魔力結晶、魔石、魔力附加品 以及多頭龍身上帶有魔免效果的魔石之靈 就有觀眾提問那些戰利品是否都還留在轉移迷宮裡面 事實上第一時間魯迪他們確實沒有把這些戰利品給搬回來 畢竟才剛痛失一名重要的隊友 大家根本沒有心情跑去辦東西 而且當下最重要的事情是盡快把塞尼斯給救出去 讓相關人員確認他的身體狀況 不過後來幾次有僱用人馬到迷宮裡把那些戰利品都給搬回來變賣 他先前就有繪製詳細的地圖 對迷宮的生態也很熟悉 在沒有守護者的情況下 基本上可以很輕易地往返迷宮 而這些戰利品後來也被分配給了每一位成員 畢竟大家都是千里迢迢跑來貝卡利特幫保羅救人 自成之後總是要給付一些酬勞 另外則是有觀眾詢問 是不是只要有基電盧或是瑞傑路德的幫忙 我提他們是否就能無損打贏多頭龍 我想這個答案是肯定的 畢竟他們都可以代替保羅擔任砍斷脖子的角色 甚至能夠做得比保羅更好 根據作者的設定 基電盧和瑞傑路德的戰利都比保羅高出兩個成績 基電盧雖然是劍王 但實力基本上已經和劍帝沒有相差多少 只要有他們任何一人的加入 隊伍就完全不缺前排攻擊手 這樣保羅就可以退到中後排 但麗傑姐及他的涵德專心的去保護魯比及洛琪七 大大提高了隊伍的容錯空間 特別是基電盧會使用劍神流的光之太刀 可以在一瞬間砍下多頭龍的好幾條脖子 而且還天生帶有可以看見魔力的魔力眼 我認為他一個人就有辦法應付多頭龍的三重吐息 畢竟龍之吐息在發動前也需要匯集魔力 而基電盧的魔眼可以看見魔力的流動 所以應該是可以做到在對方準備噴火之前 就先行把那幾顆頭給斬斷 第一方面 瑞傑瑞德的火力和速度或許沒有基電盧那麼高 但讓他當前排的優勢在於有著更好的保牌能力 他額頭上的那顆眼睛是可以掌握周圍生物氣息的雷達眼 可以無指角的掌握多頭龍以及隊友的位置 配合上他身經百戰的經驗與身手 應該是能夠同時兼顧斬頭以及保護後排隊友的工作 而每次談論到這兩人 就經常會有人會問說如果他們打起來究竟是誰會勝出 答案是看環境 雖然論綜合能力瑞傑路德是在基電盧之上 但由於瑞傑路德沒有很有效的應對光之太盜的手段 所以如果是在空曠的環境正面交戰 基電盧的勝算會比較大 但如果是在有眾多障礙物的地方 例如森林或是廢墟等場地 那麼就會變成是瑞傑路德開大 因為他很擅長利用地形優勢以及雷達眼的能力來和對手打一個視野差 當然以上都是我個人的理解與腦補 各位若是有其他的想法也歡迎提出來一起討論 OK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邊 各位看完第23集之後的感想是什麼呢? 你覺得洛奇希的行為妥當嗎? 歡迎在下方留言與大家分享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不要讓我幫大家喜歡 也歡迎訂閱我的頻道以及按讚追蹤我的粉絲專頁 我是River,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